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碟型飞行物 似乎既不是德国的飞机 也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飞机 有关他们的一切信息 都是难以查明的谜团 于是英国侦查部门的报告中 不得不首次使用UFO这样的字眼 作为对这些圆盘型飞行物的特定称谓 UFO是英语不明飞行物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 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飞碟 针对这一神秘事件 英美两国立即分别成立了各自的秘密调查小组 由于许多飞行员描述说 隐约看到这些不明飞行物上面有铁石字标志 因此调查小组虽然不能确切断定他们的来源 却猜测他们很可能与纳粹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许就是纳粹德国秘密研制的新式武器 从近年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 调查小组当时的推测并非空学来风 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有些狂热的纳粹分子便试图找到一种强大的能源 用以制造时间机器来和远古的神灵交流 并且纳粹德国还制定了绝密的第三帝国飞碟战机计划 希望借助一些梦幻武器或者神秘力量 使曾经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迅速崛起 1940年末 纳粹德国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爆破首研究室13的秘密机构 专门研究制造秘密飞行器 活动代号为乌兰努斯行动 为了更好地执行绝密的飞碟计划 这个秘密机构网罗了第三帝国最杰出最优秀的专家 工程师和试飞员等顶尖人才 还组建了一些秘密组织 责成他们寻找飞碟所需要的神秘燃料配方 到1943年底 德国第六集团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投降 非洲军团也被英美盟军击败 欧洲西部海岸面临着盟军的猛烈进攻 那么希特勒他在政治方面 在历史方面缺乏一些自信 在军事方面 他也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那就是我们现在说是唯武器论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要我武器先进 只要我的技术发达 军事科技发达 那我就一定能战胜你 他不管这个战争是什么正义非正义这些 那怎么办呢 他做了一些研究 那么比如其中一种 就是说他要研究原子弹 这个是后来二战之后解密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 海森堡 他们都给他做过一些原子弹的研究 那么这个希特勒他研究原子弹 后来这个根据盟军把他占领以后 一些发现的一些资料认为 说这些东西实际上是 就是说远远还不足以真照原子弹 是他放的一些烟雾 虽然没有成功制造出原子弹 但是为了夺回欧洲制空权 希特勒命令爆破手研究室13 尽快成功研制超级飞行器 并催促德国科学家 递交最先进的研究图纸 最好的设想将在布拉格的斯科达工厂 进行研究实验 在这些科学家中 安德里斯·埃普递交了一份 叠状飞行器的设计图 得到了高度重视 这种被纳粹称作 飞行圆盘的飞行器 如果研制成功 不但能够进行封炸 还可以躲过雷达探测 项目代号为V7 他在研究什么呢 就是研究所谓的飞碟 叫做碟形飞行器 说这种碟形飞行器 它怎么做呢 就是像我们现在想的一些 垂直起落的那种战斗机一样 他说我可以不经过跑道 我直接用一些强大的这种电子场 或者换一些能量 使他直接起落 抵抗敌心引力飞起来 所以据说 他还真做了很多的这种真的实验 据当时有一些 就是德国基地附近的一些 相关的这些人看 说经常会看到一些 好像一些碟子飞起来 1944年6月6日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纳粹德国陷入了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 一周之后的6月13日 希特勒开始出动一些致命的秘密武器 研制这些秘密武器的纳粹科学家 涉及了众多领域 其中包括火箭技术 喷气式发动机技术等 在此后危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德国向英国伦敦发射了数千枚V1火箭 一部分被盟军地面防空部队击落 其他的则被空中力量拦截 战争技术的杀伤力发展到如此地步 开创了军事航空时的全新时代 纳粹德国的最终目的 就是应用飞碟技术 制造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试图以这些超凡武器 给盟军以致命的打击 那么随着战争形势 越来越不利于纳粹德国 矿谷绝今的希特勒飞碟狂想计划 究竟能否最终得以实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纳粹飞碟研制计划 扑朔迷离 美国高空降落行动密而不宣 神秘莫测的南极亚利安地下城 充满着传奇色彩 请收看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 《秘境追踪》第五季 禁止入内之 纳粹别营 下集 《秘境追踪》